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家国记忆》之青春蒙难 这一集 我们接着讲大浩劫中我那些校友的悲惨遭遇 开讲之前 请您帮忙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两个按钮 多谢了 上集说道 我的好朋友范晓阳葬身救火现场 却没有被上海市阁委会那帮家伙授予劣势称号 我们全校奋起替晓阳维权的事 当时于在林负责协调沟通组织人员 之后在淮海中路 文化广场火灾附近的陕西南路口的 徐汇区中心医院外墙的宣传栏上 贴满了我们怀念范晓阳烈士的纪念文章 大大扩大了影响力 轰动了全上海 另一方面 燕飞找了当时向明中学的学生头头王毅杰 王头领的父亲王维是解放日报的当权派 既不得是社长还是总编了 反正也属于被打倒的走资派 人虽然靠边站了 就是无职无权的意思 但他的人脉根基还在 当时我们学生代表前往上海市阁委会交涉 请愿 这些办公室的极左人员还是不肯追认范晓阳为烈士 结果 王毅杰当场用办公室的红线直线电话 打到了国务院办公室 严明了事由之后 对方接电话的干部明确表示 为了抢救国家财产牺牲的同志 不论什么出身都应当作为革命烈士 此时 市阁委会经办人员无法再隐瞒 只得补充上报了中央 最后由国务院内务部给小杨颁发了革命烈士证 当我和我们五十四中校友将烈士证送到小杨家的时候 他父母都还被关在牛棚里隔离审查 都还没回家 我记得 烈士证是由小杨的妹妹小雷接收的 此时大家百感焦急 默默地互相注视着 谁也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 正像白居易 琵琶形诗中的情景 别有忧情暗恨声 此时无声胜有声 痘大的眼泪洒了一地 所有男生女生都哭作一团 这就是我们半个世纪之前的维权 范小杨这个烈士称号确实来之不易的 这事能成功 关键在燕妃和于在林 还有我们同学家战友情的易博云天 才为范小莹学弟争回了应得的荣誉 但同校另外一位四类分子子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没有人敢帮他伸张正义 平时也没人敢搭理他 故而也联系不到他的家人 也许至今都无人问津此事 至少当时没人知晓是否加封他为烈士 后来才听校友回忆说 这位烈士是六七届九班的新荣方 也有人说 后来他被追任烈士了 但我在第五十四中学的五十周年六十周年校庆专刊里 还是只看到范小杨烈士 就是那张我放大的照片 却没有提到这位无名英雄 我想他应该是属于被忽略 被遗忘在了角落 但无论世人怎么看 在我们校友的心目中 我们年轻的生命至今依然浓烈相纯 青春似火 生命最灿烂的火花不会凋谢 那位给国务院打电话的王毅杰 他的同学也是女友陆平 上山下乡到安徽 是黄山茶林厂知青的指导员 山洪爆发时 也是为了抢救几根不值钱的电线杆木料 十三位上海知识青年 密闭于洪水之中 当时十三勇士占洪水这个宣传画贴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或许现在的人无法理解这些 可当时的氛围就是这样啊 人人被忽悠的不顾死活 盲目盲从 而且格外疯狂 下面这位校友于吉宇也无可避免的被害到死 于吉宇原名叫于吉玉 文革时他也受到极左思潮影响 把带有风姿修含义的名字 改成同音不同意的名字 他是六六届高三二班的高材生 也是一位得志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 还是学校和年级底的团干部 中学生党员 文化大革命时期 他也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小分队的活跃队员 1968年学生毕业分配的时候 他主动要求上山下乡 后来被分配到了上海奉贤五四农场 担任五七联队的党支部书记 后来落实知青回城政策的时候 于吉宇则表态要扎根农场闹革命 意思就是不回城 那时候他是真够给予的 可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改天换地务实派 长期在艰苦的环境里拼搏 使他得了迁移性的肝炎 当已肝查出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肝硬化 根据他的政治表现 组织上抽调他到上海市农场局工作 文革后恢复了高考 有时知识都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复习 营考 补上一张大学文凭 奉行革命化 年轻化 知识化 现代化 又成了提拔干部 选择干部的标准 于吉宇也不例外 就势在毕行了一把 他还是一个崇尚让生命燃烧的人 一边挑起照顾家庭的重担 一面为补上大学文凭而读书 还要正常上班工作 一个熟悉他的校友曾和我讲述过这样一个情节 吉宇曾和他妻子反复讲过好几遍 这次拼好了以后 我再也不玩命了 一定好好过日子了 可是 老天却没能让他如愿 我现在只有叹息 好校友 好学长 于吉宇 英年早逝 出师未劫 身先死 常识英雄 泪满金呢 如果我们处在一个正常平稳发展的社会 我敢保证 他不会这么早就离开我们 会像大多数校友一样 读书 工作 结婚 生儿育女 幸福美满 与夫人执子之手 摆手偕老 至今他讲话时的声调还时不常的在我耳边回荡 他短暂的一生折射出我们这代人的拼搏精神 也展示了老三界知青艰辛的人生历程 他也算是我们40后这一代的杰出典范吧 我愿借此迟来的机会代表时代的幸存者 寄托我对老校友 老战友的缅怀思念 向适者治理 最后说到一位无名士 与其按当局说他是无名英雄 倒不如称其为无名士还比较妥贴 因为当时这事属于国家机密 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干部子弟 响应内部号召奔赴越南返美前线 到云南之后 还和他的发小铁哥们有通讯联系 但后来进入了越南就人间蒸发了 经过半个多世纪至今 依然杳无音讯 他铁哥们讲 如果他还活着 不会不跟我联系的 这场中共国家的机密就是 从1965年开始 中国军队一共出兵32万 进行了一场秘而不宣的抗美援越战争 为了保密 上战场的时候 中国军人一律穿着越共军服 之后的八年里 所有阵亡的中国将士的骇骨 全都埋在了越南的土地上 当局为了这次结局惨痛的战争 一共付出了200亿美元的代价 和无计其数的年轻性命的代价 如果包括支持泰国共产党 缅甸共产党 马来西亚共产党 菲律宾共产党 柬埔寨 波尔布特红色高明 等外国共产党在内 中国在老毛时代为输出共产革命 一共消耗了国库约300亿美元 而这些都是包括我们这几代人在内 亿万中国人多少年 勒紧裤袋 挨饿 贫穷 受苦 积累起来的财富 当时所谓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 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这种大人物的胸怀 很快就被其同党的后任党魁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闷声不响 大发财所取代 六十年风水轮流转 真可谓 小滚打仗 百姓遭殃 我们这代人恰逢生在一个极左驰狂的年代 也是号称英雄辈出的年代 不管是真有其人还是顶替造假 数标兵宣传愚弄大众的需要 我们这代人被熟悉了不少高大上的名人 前有董存瑞 黄继光 邱绍云 后有雷锋 焦裕露 王进席 欧阳海 王杰 刘英俊 然而 如果根据现代朴实价值观去回顾衡量 这无疑是一个人命贱如矣 人权薄如纸的无良朝代 好 今天就讲到这儿 《青春蒙难思家故事》后边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等着分享给您 谢谢您订阅点赞本节目 然后请传给朋友 咱们下集再见 《青春蒙难思家故事》后边还有更精彩的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